继续看到的是国民党总统筛选人侯友宜 在今天拜会了新竹宪议会 晚间跟跟苗栗县长周冬景 新竹市长高宏安 还有挺郭派的联电荣誉的副董 薛明志等人一同用餐 现在铜光画面曝光了 也让外界在关心 说这是不是代表蓝军开始整合归队了 国民党立委林维州 马上在脸书上面po出大合照 写下了请义再请义整合再整合 营造出泛蓝大团结 中冬景市长高宏安市长 以及我们许修瑞议长 刘宁议长还有我们圈董 国民党总统参选人 新北市长侯友宜 6号下午拜会新竹宪议会 紧接着晚间进行参序 新竹市长高宏安低调现身 同台画面也让蓝白盒充满想象空间 而同样引起关注的还有他 刘宁议长还有我们 立法院立法委员 各位可以请回座 再次感谢各位 曾经主办挺郭夜宴的连电荣誉 副董事长宣明志 从侯友宜下午出席新北市新竹县交流会时 就群城同行 直到晚上都还和乐融融一起用餐 是否象征蓝军已经逐渐修复 侦州产生的裂痕 猴友宜总算 猴友宜总算 现身同框的还有先前表态要为民众党主席 客问着募款的中东井似乎就是要打破 和猴友宜有嫌隙的传言 大家一起提供侯友宜市长 我们的总统候选人 地方上面的各种意见 郭董的核心成员 我们宣明志董事长 也全程的参与的这个聚会 那也给侯市长一些建议 南军各派逐渐整合 营造泛滥大团结 建行主综合报道